一連串的節日和慶祝活動都會在12月發生 今次和大家分享一個超級簡單 而且很適合打卡的菜式 千層白菜豬肉煲 今次主角是大白菜和豬肉片 而份量就好看容器有多大 除此之外 如果要更豐富的味道 可以預備一些高湯 豬骨湯、雞湯等 不得行煲湯都可以買現成的 今次我們都會浸發一點點 光瑤柱提鮮 首先將大白菜拆開一片反反 然後每一片都加一片豬肉入去 大約五反菜和三片肉為一組 或者大家見到都會熟口熟面 這個就是發起工芯裡面其中一道菜式 因應你煲的高度 將它切開幾份 我這裏就將它切成三份 接著一份一份地放入你的煲裡面 由外框到內 由外至內 記住放得緊一點 以免煮後 按住外框 接著第一方 igrapho本 洗飲了多點 不рон 如果不用高湯就加鹽胡椒之類的來調味 最後將瑤柱擦散放在腎高 當然浸發了的瑤柱水都不要浪費 加進去 開火煮滾之後就轉小火 蓋蓋煮多10分鐘就可以了 最後加一點蔥花在上高點綴一下 這樣就完成一個非常美麗的千層白菜豬肉煲 喜歡這段影片的就點贊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留言告訴我